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 原神2022年最新五星主C配对之男 由于今年出了很多的新角色 再加上最后一个元素草系进行了补权 所以说配对的体系呢也进行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今年呢我们再来做一期最新配对2.0 希望能给大家一点帮助 本期的视频估计会有点长 但是我们会把每一个元素呢都会进行分类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想看的呢 直接跳到某一段视频里面看就行了 大家呢也可以先点个赞收藏一下 等到需要的时候再看也可以 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 首先来说一下风系的 严格意义上呢就只有两个贼 骁散兵 我们先来说一下骁 其实骁的话目前配对变化还是蛮大的 因为有了风系辅助法陆山的出来 所以说骁的体系呢会做一些整体的改变 我们先说一下骁最传统的一个配对 骁琴中 这个传统体基本上呢是可以应对大部分的生涯环境的 但是它的成本过于高昂了 而且琴呢最好还是一个四命琴 因为四命琴是可以减风抗 单单于可以给骁当一个辅助了嘛 而且琴还有回血能力 虽然说骁有盾 但是骁放大了之后 它是持续扣血的嘛 所以说骁又可以加血又可以减抗 单单于一个人顶两个人的位置了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配对了 但是我现在的话都不建议大家这么配了 因为这个配对实在成本太高了 而且骁你都歪到四命了 给到什么程度啊是吧 一般人根本扛不住啊 那我们来说一下 骁的一个最新的配对吧 比较适合零命骁或者是一命骁 骁法禄山班尼特香菱 如果说你没有法禄山呢 你可以把法禄山换成夜兰 相当于是一个多合阵容 在这个多合阵容里边 如果说有法禄山的话呢 可以给法禄山带封套 然后呢还能给香菱减个抗 拓战一下 如果说你加上个夜兰 或者说加上一个香菱的话 骁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这个阵容的话呢也是比较推荐的 说完骁我们再来说一下散兵 如果说你是一个一命散兵的话 其实跟骁差不多 它需要一个多合的阵容 把它当发射器去用就好了 像带一个夜兰香菱 班尼特 这样呢就可以组成了一个 顾拐的这种情况 玩的呢还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是一个高命的散兵 那肯定是要带法禄山的 二命散兵加上六命法禄山 这个的话那就不用说了 带上这种三拐一的阵容 比如说你再带一个班尼特 再带个云紧 让散兵一个人去输出就好了 二命散兵加上六命法禄山 本身输出就已经是很强了 你就不用去考虑其他的了 说完封黑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严C 严C的话直到现在为止 也就是一斗这一个五星主C 一斗的配对 其实也是比较单一的 四眼队 一斗五郎中立阿贝多 这里边你比如说 你碰到一个别的情况 比如说你在打使徒啊 或者说需要元素去破盾的 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把阿贝多换成 其他元素的角色去进行破盾 是可以的 但是一斗五郎 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 说完颜队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 美少女队 兵队 兵系呢 目前为止啊 拥有三个主C 神里 甘雨 跟尤辣 先来说一下神里 王手 神里呢 目前为止 主流配队的话 是运动队 神鹤万新 这个队伍里边呢 需要放两个兵系 来达到一个双兵的共鸣 由风系做一个减抗 然后呢 还需要一个水系 跟兵呢 去打一个冻结 这个队伤害非常的高 但是成本也非常的高啊 全是五星角色 全都是限定 但是也是有平替的 你知道吗 神里肯定是不能换的 那如果说神鹤你没有了 你可以换成猫猫 或者呢 你可以换成罗沙利亚 反正需要带个兵 那你没有万一也怎么办 可以换砂糖啊 那如果说没有辛亥 巴巴拉总有吧 这样的话 当然可以造成一个平替版 虽然说这个伤害会掉一大截 但是呢 也不说不能用 凌华目前的主流配队啊 就这一个 然后呢 就是甘雨 去年的话 主流配队 其实还有两个呢 一个洞干 一个荣干嘛 洞干的话 也就是带莫娜 打一个冻结 现在的话 应该就剩下荣干了 而且我现在只推荐荣干 不太推荐洞干了 那荣化甘雨的话 其实现在也有两个 稍微有一些小区别的配队 第一个配队呢 也就是传统荣化队 甘雨忠离 相邻的班尼特 因为甘雨打叙利的话 其实还是要带一个 可以套盾的角色嘛 忠离不能缺失 班尼特相邻的话 主要给怪怪挂火 用甘雨去给他打融化 而且还有双火的muff嘛 所以说甘雨的伤害是很高的 现在的话 因为草神出来了嘛 有一个新的融化队 甘雨忠离 班尼特 纳西达 因为草根火在一起 它可以触发燃烧 那甘雨的话 就可以持续不断的 一直打出来融化效果 所以说上纳西达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配队都可以 你用哪个束缚 用哪个就行了 然后最后呢 就是尤拉 尤拉的话 其实就比较简单 就是尤拉超早队 尤拉 罗扎丽亚 雷神 班尼特 如果说你没有雷神的话呢 可以换上一个其他的雷系 因为尤拉的话 它属于一个物理性角色 而且尤拉是全原神里边 唯一一个五星物理角色 冰跟雷反应超早的话 它是减物亢的 所以说队伍里边 一定是要带一个雷系的 其次的话就是罗沙利亚了 罗沙利亚的话 第一个是双兵 而且呢 也能打到一定的辅助效果 再加上班尼特 可以加攻击嘛 这个队伍的话 目前来看啊 是尤拉的一个比较主流的配队 当然有雷神还是最好上雷神 因为尤拉的充能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雷神 给尤拉打充能的话 那你可能要把罗沙利亚 换成个猫猫 带记底打出来的元素球 给尤拉吃 这样的话 尤拉的充能才能差不多足够 说完兵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火 目前的主C呢 是有四个 分别是胡桃 小宫 可丽 跟鲁老爷 先来说一下胡桃 胡桃队队有什么配队呢 去年的话 基本上还在 鲁老互情中 胡桃行秋跟忠鲁 那个时候最多的是 纠结第四人 到底该怎么选择 最好是带阿比多 但是今年呢 由于双水buff的改版 开始加生命值了 对于胡桃来说 就是一个大大的加强啊 现在第四人的选择 就很明显了 那就是再带一个水系 最好是谁呢 叶兰 也就是狐行中叶 或者呢 带个莫娜 反正就是第四人嘛 一定要带个水系的 这个就是目前 最主流的一个玩法 说完胡桃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 萧宫 萧宫双岩队 萧宫叶兰 云锦 钟离 首先的话 萧宫他是一个弓箭手角色 肯定是需要一个盾系角色 钟离肯定是少不了的 那云锦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辅助嘛 大招可以进行普攻的加仓 对于萧宫来说 也是非常有用的 那叶兰的话 其实在萧宫这个队里边 蓝火加特里 绝配 因为叶兰他这个剑是水 还能不能给萧宫配合 打一个蒸发 这个队伍是萧宫 非常主流的一个配队 那如果说没有叶兰的话 你也可以换成行秋 没有钟离的话 你也可以换成像猫猫啊 或者是莱伊拉呀 这种有盾的 然后呢就是可力 目前八倍推荐玩纯火队的 可力 班尼特相邻万叶 这里边有三个火系角色 循环是没有压力的 而且双火还有buff 班尼特还可以加攻击 再加上一个万叶 又能减火炕 又能聚怪 可力一个炸弹下去 就能打下一个爆炸型的伤害 挺不错的 然后呢就是卢老爷 卢老爷现在的话 其实有两个配队吧 一个是打蒸发的 或者是打融化的 打蒸发的话呢 就是卢老爷跟行丘 万叶跟班尼特 配合卢老爷去打蒸发 行丘我们号称 火炸的爹 现在又有夜蓝了 换夜蓝其实也是可以的 融化的话 其实一样等 水换成冰就行了 凯亚 兄弟队情上阵 卢老爷现在也就是这样的 一个配队的情况 班尼特的加攻万叶减抗 再配合一个角色 跟卢老爷去打蒸发 或者是打融化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觉得 可力跟卢老爷 为什么简单都带过了 确实可力跟卢老爷 目前版本不是很强势 但是如果说你是个 萌新抽出来的时候 老爷在开荒的时候 还是很好用的 可以按照这个配队 大致的去培养 再来水飞 目前来看 是有三个 公子 凌人 尼路 那么先来说一下 公子目前的主流配队 只有一个 那就是万大国际 万叶 公子 湘灵 班尼特 这个队伍的伤害 非常的高 因为有万叶 可以进行一个双扩散 破断公子的水 跟湘灵的火 打一个蒸发的反应 但是需要一定的手法 如果大家想去练习的话 再关注一个非常良心的UP 臭不要脸 这个阵容呢 玩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地爽 只需要两个斤的成本 万叶和达达利亚 就可以打出来一个 非常高的伤害 是强烈推荐的 说完公子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另外一个成男角色 凌人 凌人呢 其实现在的配队挺多的 如果说你去打 纯商队的话呢 也就是凌云万叁 凌人 云锦 万叶 班尼特 云锦呢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辅助嘛 可以给凌人去加攻击 然后班尼特 也可以给凌人去加攻击 万叶的话呢 可以达到一个 减抗的效果 这个队伍呢 属于伤害权在凌人这边 但是如果说 你的凌人练度比较低 那我推荐另外一套阵容 凌人的绽放队 这个队伍里边 就要凌人配合草神 水跟草可以产生草种子 然后凌人的大招呢 又可以大范围挂水 小草神在这么一扫 产生大量的草种子 这个时候呢 你用万叶一聚怪 班尼特一点燃 咚的一下 顺利将方大 这个时候 一个凌人的烈战方队伍 当然你如果说 不带班尼特 你也可以带其他角色 比如说九七人 去打一个超级战 也是可以的 前提的话 水跟草 可能是缺不了的 因为必须要产生草种子 然后呢 就是尼路了 尼路啊 我猜我把它放到水C这 肯定有很多人来怼我 尼路算什么水C啊 你这个人应该说 尼路是水C 尼路的伤害 那全部都是草种子大的 但是我觉得尼路算C 而且尼路草种子的伤害 其实非常高的 尼路现在的主流配队 只有一个 那就是水草 因为他的队伍里边 必须要有水草 且只能有水草 他能触发 他这个天赋小种子 就变成泥种子 然后尼路的配队呢 首先 肯定要和小草山一在一起 双手双手 是我比较推荐的 尼路草山 心海 草主 或者是柯莱 或者是三水一草 再配个夜兰 主要的话呢 就是靠泥种子 去打伤害 这个阵容呢 对军伤害特别的高 而且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呢 他也是一个非常速成的队伍 因为尼路除了圣灵物 极限的血量之外 完全不用培养 天赋什么的 完全不用点 阵容成型是非常快的 尼路说完 基本上我们水戏都已经完了 但是肯定有人问 那夜兰算不算水贼呢 咋说呢 好像也不用说怎么配队了 他是神 双条狗都能杀的神 nice 然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雷系 雷系呢 到目前为止也是四个角色 一个就是我们的雷神 还有呢 八重 神子和 赛诺 还有一个常驻角色 一个呢 是雷国 还有一个是雷九 雷国 雷神国家队 雷神行秋 班尼特上林 这个阵容呢 它是一个多核阵容 而且呢 零命的雷神 拿鱼叉就已经够了 所以说 它对于你的角色的培养成本 是非常低的 不管是输出 还是在循环上 都非常的棒 平民有一套这样的阵容 打神员的话 就没有什么压力了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高命雷神的话 那就比较推荐雷九万班 二命雷神 或者三命雷神 满命九条 万叶 班尼特 这个阵容 大家就很熟悉了 其实就是一个单核阵容 靠雷神去打伤害的 九条的加工 班尼特的加工 万叶的减抗 再加上雷神二命的 减防的效果 那一刀下去 那基本上清平了 你在深渊里头 你还能挥掌刀 你在打着界 人一刀下去 怪没了 总之就是很强 有条件的话 建议搞一支这样的队伍 说雷神呢 那就要说一下 雷神的好姐妹了 八重神子 八重神子自上线之后 节奏还是比较多的 说到他的人设 跟强度文言相反比 但是从目前草气出来之后 其实八重用着还是挺不错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配队的话呢 打超级战阁这样的一个队伍 首先需要有一个小草神 去挂草 然后呢 你还要有个星海 採上草等 这个时候你再打八重放出来 纵径律令 显化 放三个杀生鹰 然后你就基本上 人家打了 怪一会就死了 没有星海的话呢 你再配一个灵人 反正你需要一个挂匪的 最好呢 再去配一个钟离 去做抗打断 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配队啊 就比如说像 超级化跟慢级化的 这样配队了 主要是慢级化这个队伍 也就是提拔 皮纳里 八重 宗里跟小草神 这的话 其实是一个双合队伍 目前八重 比较主流的配队 就是这几个了 然后呢 就是克勤 克勤啊 自从小草神出来之后 真的是齐飞了 加强克勤的头号 终于不再是空寒了 克勤真的加强啊 现在克勤主流配队啊 玉皇打帝 玉 玉恒星 克勤 黄呢 黄女 达呢 纳西达 对呢 叶天帝 或者阎王帝君 追求伤害 带叶天帝 追求安逸 带阎王帝君 伤害得几把搞 而且克勤主要是玩属王 你知道吗 克勤本能打招 龙却时间就短 而且还不缺中当 这也是我们目前 非常推荐的一个配队 或者说让克勤去打激战 也是可以的 最后呢 就是赛诺了 肯定就是双雷激化 或者是双雷激战队 激化队呢 赛诺 黄女 小草神 和钟离 必不可少了 就是钟离的 因为赛诺他本身的抗打断呢 还是比较弱的 那如果说你去打激战呢 你就可以换一个水系绝分 有越南上越南 没有越南上星球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草系 严格意义上的主随 应该只有一个 其那里 但是我觉得小草神应该也算 现在说一下其那里 其实八重那边也有说过 目前就是适合跟八重 或者是跟黄女 去打一个慢激化的配队 首先是需要有雷的 然后呢 其那里伤害很大一部分 也是来源于精通嘛 双草的话 它是加精通的 这样的话呢 其实配队也就比较明确了 其那里 小草神 钟离 最后一个位置 带个雷系 有八重就带八重 没有八重就带黄女 至于另外一个角色 小草神嘛 那小草神的队伍 那就太多了 激化队 慢激化 超激化 超激战 绽放 你绽放 无我气 反正没有什么角色 不能用的 最平民的一个队伍 应该就是草神武装队 带着几个四星直接起飞 像行秋 巴巴拉 九旗忍 黄女 有啥带啥 只要你这个队伍里边有水有雷 且呢 你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那基本上没什么过不了的 反正呢 就是非常的好用 非常适合平民使用 OK 那以上呢 我们2020年最新的原神 五星主催 配队攻略呢 就已经讲完了 讲的我口干舌燥啊 大家看在这么辛苦的份上 不给点个赞吗 最后呢 就祝各位观众老爷们 每个人呢 都能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 都能抽到自己想抽的角色 瞅啥呢 十连双簧真君